介紹如何使用鑽床 那這種鑽床是小型的 它是小型的鑽床 然後它下方這邊會有那個墊墓 那這種墊墓是我們安裝的輔具 所以請同學在使用的時候不要鑽到這塊墊墓 所以鑽床的上面一定要放置一塊 一定要放置另外一塊新的墊墓 避免直接鑽到墊墓 你鑽壞了我們要修理墊墓 那講解一下怎麼使用鑽床 首先開關在這 所以往上扳就打開 往下扳就結束 那一般的鑽床是有兩個開關的 一個是on 一個是off 那這個是一起的 那如果是那種開關的話 通常綠色的是打開 紅色的是關掉 綠色打開 紅色關掉 而且紅色的那一顆通常會突出來 那為什麼呢 假設今天突然有什麼事情 要馬上關掉的時候 只要拍下紅色的那一顆 就是你用摸的都摸得到 因為它是突出來的 一按就可以關掉了 好 再來 講解一下怎麼調整 調整這個平台 那平台的邊邊這邊有個把手 旋轉它就可以移動整個平台 那如果是我們學校用的大型鑽床呢 是兩段式的 首先這邊先解開 另外一側會有個把手 可以把它轉高或轉低 原理是一樣的 記得這一顆都要先解開 那因為小台的本身它的這個平台 是比較輕的 所以它沒有那個把手 直接去轉高轉低就好了 好 現在我們把它轉緊了 接下來教一下如何的換鑽頭 如何換鑽頭 那鑽頭是這一種 那這種鑽頭 是金工用的鑽頭 那還有一種木工的 木工的很明顯喔 前面會很尖 但老師讓大家使用的是金工用的 也就是它也可以鑽金屬 為什麼呢 因為老師相信大家破壞力很強 所以我給你金工用的鑽頭 好 那首先是這樣鑽的 這邊可以轉開 可以轉開 轉完之後你會發現下方的夾頭已經打開了 好 那接下來把鑽頭給裝進去 裝進去 好 旋轉 旋轉完之後呢 旋轉完之後開始緊了對不對 但是我跟你說 這樣還沒有很緊喔 所以一定要再拿它的板手 再拿板手 然後它有三個洞 放進去板 把板手放進去之後呢 旋轉 把它轉緊 轉緊完之後再換下一個 放進去轉緊 好 再換最後一個 放進去轉緊 確定都轉緊了 這樣才可以 這樣才是可以的 有時候我們會放歪 所以轉完之後你要再確認一下 有沒有都裝好了 裝好完之後 假設今天要裝東西了 再提醒你一定要放一塊 新的墊墓 好 我們把東西在鑽的時候呢 假設這個就是我要鑽的 那要怎麼對啊 首先 老師會先去對位置 對好位置完之後呢 我的左手會抓住它 會抓住它 接下來呢 我會轉右邊的這隻把手 我是確認一下它位置對不對 同學有沒有發現它動不了 因為上面這邊有一個鎖定的那個 有一個那個 調高的裝置被鎖定住了 這邊是可以調整的 好 這個 小台的有 大台的沒有 大台的沒有 好 調完之後呢 假設我已經確定好這個位置了 接下來重點來了 兩隻手 請問你用左手開開關 還是用右手開開關 給同學想像 用哪隻手開呢 來跟各位講 要用右手開 雖然這個動作很奇怪 但是 左手是要扶住東西的 所以當你把左手拿掉了 開完開關之後 手拿回來 這樣就跑掉了 就重對了對不對 所以當我們確定對好位置之後呢 右手開開關 開下去完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鑽了 那鑽的時候呢 我們通常會分好幾次 因為這個鑽頭邊邊是需要排屑的 所以我們會鑽一次 兩次 三次 大概鑽個三次把它鑽掉 當然還是要看每一個東西的厚度 當然老師要提醒大家 鑽的那個過程 要慢慢的 一開始要先慢慢下刀 下刀 下刀它整個圓都跑出來了 再快一點點 接下來就可以退 再鑽 再退 再鑽再退 直到把它鑽透為止 好 那剛才有講 在鑽的時候 基本上 鑽頭只有前面是有刀刃的 它的邊邊是沒刀刃的 所以當它在旋轉的時候 不用很害怕 就是 你摸到邊邊是不太會怎麼樣的 是不太會 除非你有用力去壓它 輕輕摸是不會怎樣的 會有很療癒的感覺 但是不用去嘗試 老師只要跟你說 它邊邊是沒什麼刀刃 所以請不要做這個動作 有的人想說 欸老師這個洞不夠大呢 他就給它扭來扭去 板子給它扭去 這樣沒有用 會讓鑽頭斷掉 也會讓這個夾頭壞掉 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你要鑽大一點的洞 或小一點的洞 請你直接換這一根鑽頭 那剛才老師有講 那個拆開的方式 裝的方式 那現在老師講拆開 拆開一樣 把板手放進去 然後往回轉 轉開 這樣它就掉開了 解開的時候 一顆就可以解開了 但是鎖的時候要三顆一起 要三顆一起 好 那這是進攻用的 那再來呢 有沒有看到這扭貼膠帶 這個膠帶其實是定位用的 因為有些時候 我們在鑽的時候 不一定想鑽透 也許我只想鑽到這邊 這時候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轉這個 這是那個 定位高度用的 那第二個方法 因為有些鑽頭它沒有 像我們大型的 它是在右側這邊 從右邊去挑 那老師先不講這個 我們先用簡單的就好 就是你把膠帶貼上去 貼完之後呢 假設我的深度就是要抓 怎樣 我不要鑽透 好我膠帶貼上去了 接下來我把它裝上去 記得 裝的時候要三個洞都鎖 老師再鎖一次給你看 這個老師會考試 請你 我會考你裝一次給我看 以及拆一次給我看 記得三個都要裝 裝完之後呢 等一下我只要鑽 鑽到這個深度 我就停下來 這是一個定位方法 就跟我們那個 手搖鑽的方法一模一樣 當然有這個 限高器就不用了 就是你直接透過限高器 但這個鎖太緊了 老師大家用板手解開 大型的那一台 我們就先不調 因為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每個人要做作品的高度不太一樣 所以到時候我們 統一用這個方法就好 限高器我們先不調它 這是那個鑽 整個鑽床的大概用法這樣 那補充一件 那在鑽的時候呢 好假設鑽 鑽完之後呢 一定要等到 假設我今天鑽完了 一定要等到鑽頭停下來 才可以拿東西 所以當我切掉 各位有沒有看到 我還是用右手切 切掉完之後 我等到鑽頭停了 再把東西拿出來 為什麼 假設鑽頭在旋轉 如果你去拿出來的時候 一刮到了 哇 這一條刮痕就很醜了 所以提醒大家 一定要等它停了才能拿出來 好 那再來 還有一件事要補充 這個不要兩個人合作 也就是你要鑽 你要換鑽頭 通通一個人操作就好 請你不要找一個人在旁邊幫你按開關 不需要這樣 你就是對好位置 右手壓 裝完之後呢 關掉 停下來 拿出來 這樣就做完了 對 老師都想到一件事補充一下 在鑽之前 一定要把所有底部的粉 處理掉 因為有些時候會有那種木塊 大家就懶得清有沒有 當你物件一放上去 它可能是鞋的 到時候鑽完洞就是鞋的 哇天啊 那你的洞就是鞋的 鑽起來的螺絲 或是釘子就跑掉了 好 老師補充一下 為什麼不要合作 兩個人合作 有時候兩個人默契不好 你還沒準備好 他就給你開開關 你還沒結束 他就給你關掉 這樣其實不安全 所以我們都一個人操作 好 以上是鑽床大致的用法 同學要練習 老師會考你怎麼換鑽頭 好 接下來再補充幾個鑽床 會常遇到的問題 首先 第一個 在鑽的時候 如果還沒有打開電源 請不要用力去壓它 因為有些小朋友 喜歡來試試看 他就用力壓看 你可以壓多深 這樣很容易讓夾頭 以及鑽頭都壞掉 所以請不要用力壓它 真的要鑽的時候 我們把它握好之後 打開開關 再去鑽 請不要拿來硬測試 會壞掉 再來 請不要做這個動作 第二個 就是 當我鑽完之後 有些人會很帥氣 像這樣放回去 像這樣 這樣不好 因為這邊會鑽壞 所以當你鑽完之後 請你輕輕的放回去 輕輕的放回去 記得請不要硬放回去 鑽都壞掉 再來 如果要鑽很深的時候 建議你要調整一下抓的位置 有的也要轉好幾圈才鑽得到 所以像老師要鑽很深 我就會抓這一隻 因為這樣會一次鑽很多 這樣就可以一次 慢慢轉一圈過來 當然這個比較沒那麼重要 就是剛才講那個 不要放回去比較重要 好 我們的輔具 這個輔具其實是有作用的 這裡有隻板子 對不對 假設今天老師已經確定好 要鑽 鑽的位置了 好我已經調好位置了 去對一下發現 欸就是這個洞了 這時候 這根請不要動 那我們會去拿一隻F夾 F夾以前交過怎麼使用囉 把它夾上去 像這樣夾好 夾好完之後呢 欸這隻板子就不會動 各位有沒有發現不會動 對不對 那你這樣在拿的時候 假設今天我要鑽比較小的東西 好從調一次 假設我要鑽一個比較小的東西 我調好位置了 好接下來我去把它夾緊 其實應該是要由上往下夾 只是我們這個桌子不夠高 所以老師就這樣夾 當這樣夾比較危險 可能有人走過來的時候 就可能會被它碰到或撞到 所以應該往下夾 好那再來 再鑽的時候你看 這一根 就可以不用那麼出力拿它了 因為它整個 在鑽的時候 在鑽的時候會旋轉 對不對 但是因為它現在被這個靠板 靠住了就比較安全 你只要這樣扶著就會很緊 而且呢 因為它相對位置已經固定了 所以這樣鑽過去 整排都鑽在同一條線上 所以它是幫助你鑽的一個很好的工具 而且又可以讓你很安全 好最後 老師提一下 鑽頭要怎麼擺回去呢 假設我手上有一隻鑽頭 到底要怎麼樣確定是哪個洞 絕對不是隨便塞喔 因為塞前面的話 你一定都進得去嘛對不對 但是所以我們要一直往後找 找到一個 發現這個進得去 這個進不去了 確定進不去了 那就是前一個 就是它剛好的Size 也就是這隻鑽頭呢 是10mm大小的 10mm大小的 所以請不要亂塞 像這一隻 這個進不去 這個進不去 這個進得去 前面不用試啦 因為前面一定進得去 所以這一隻就是10.5的 這樣可以嗎 所以請幫我把鑽頭 一隻隻擺回去 那該擺的位置 請不要幫我亂放 好大概就這樣 大概就這樣